不过但是我们还是要让大家还原一下 为什么沈慧红要告 那他要告呢 会不会有机会告得赢呢 是有机会的 因为这是错在时间点的问题 那大家在讲说到底罗生门 因为沈慧红说 联络是去年 那你怎么会说今年的三四月呢 原来是后来其实黄伟翰 他也有在他的个人脸书上 有还原这个经过 就是说当时他第一次去求证的时候 柯文哲确实是说在今年的年初 他们两个有联系过关于这个求官说 但是呢后来柯文哲又有表示说 记错时间了 但记错时间的这段空档 其实就已经把这个说法出出去了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误会 那是不是也会因为这样到时候会左右到 到时候这个判决的意志 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不过透过了这其他的媒体人说清楚 才会知道说事情的原委 不过汉提议员 李正浩这边他也说啦 他也有提告选霸法过啊 在七月就提告了 但至今到现在没有任何的下文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讯息据说在媒体上面 完全的噤声 我们其实查不到相关的消息 要去查吴子佳 就会看到他那些 美岛电子报的民调等等的 你要去查关于他有多快 就是被提告之后马上收到传票 然后要在10月14号就要开庭这件事情 几乎是找不到 只有在特定他所合作的那个节目 有台节目 然后特定的粉砖上书大人 还有在中天我们就特别把它揭露出来 其他的新闻你几乎看不到这则讯息 先讲这个案件的本身 事情的本身呢 也有人会觉得说无伤大雅 就是到底沈慧宏有没有去见柯文哲 那或者见柯文哲的过程呢 依照沈慧宏这边听到的讲法 叫做说你刻意讲沈慧宏去谋官 讲得好像自己比较矮柯文哲一劫 而且有贪婪的欲望 那后来吴子佳讲说没有我不是说你谋官 我只是说你去谈当官 也就是说是一个比较跟柯文哲对等的状况 但其实不论到底是去谋官 或者只是纯粹的谈当官这件事情呢 那对一般的老百姓 或可能对新竹市民来说 就觉得这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当时没有决定要参选 或者讲说人本来在选择未来的方向当中 多一条背路 这个也没什么问题 那再来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他有没有泄露新竹的军情给柯文哲 那不过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 虽然对一般人来说可能都觉得没什么 但是对于绿营的支持者来说这就是什么 这叫做失败的被骨仔 你被骨就算了 你还被骨失败 被骨失败之后呢 你竟然还想回来继续选 这对于绿营来说是非常不能接受的 所以绿营最讨厌就是背骨的 那等一下呢就也会来一名 绿色眼中的背骨的这个郑保钦委员 所以对于绿营来说 那当然沈慧宏是很难支持得下去的 那这也是因为 所以这才是沈慧宏 他必须要能够加大力道来做相关止血 而且呢要干嘛 要赶快对党中央来做自侵 然后说我绝对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了 这是他必须要对于深绿 然后来做的一些表忠 那这只是他的第一个用意 那第一个用意其实实际上算是比较浅薄的 因为实际上这两个案子 要分别告诽谤跟意图使人不当选 这能够告得成吗 这实际上是告不成的 因为吴子佳他只要举出实际证明说 我有查证过 我只要有一个确实的查证的过程 比如说他讲说他跟柯文哲通电话 那有通电记录是真的打给柯文哲 他讲说是用黄伟翰的手机 那没办法就是黄伟翰的手机 打给柯文哲的通电记录 或者呢有的是其他他查证对话的一个直接证据 证明你不是吴帝放屎 那么吴子佳基本上呢 最后要判大概也是没有事 因为你有查证过 那目前的法规的判法是这个样子 那第二要说意图使人不当选也很困难啊 因为你只不过是说出一件过去的这个 谈当官的事情 这如何能够证明说 就会意图使人不当选 也没有确实的因果关系的连结 所以最后真的要罚 这不太可能罚 要判也不太可能判 那当然现在吴董讲得很漂亮 要关了把我抓去关 应该是没有办法把你关的成啦 真正要关要搞政治迫害的呢 是像我这种人好吗 是这种国安法起诉的 像我这种才是当初觉得有可能被抓去关的 你还是主犯喔 对对我是主犯 我是这个国安法的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共谍 对对对现在无罪 那在这边开玩笑 所以总而言之啊 他第一个用意呢 当然是必须要能够自清 但第二个用意呢 就如同刚才有资格所说 这其实是要打高宏安啦 你平常吴子佳要这么帮高宏安 这不就是你们把高宏安捧红吗 所以对于沈慧宏来说 当然非常的不甘心 要把高宏安的所谓左膀右臂都打掉 而且这件事情刚刚好是怎么样 那吴子佳跟柯文哲去斗 对吧 那柯文哲支持谁 支持高宏安 诶然后呢 吴子佳支持谁 支持高宏安 那就让你们两个去斗啊 这等于是高宏安的左膀右臂都去斗 虽然这两个人可能也称不上是高宏安的左膀右臂 但总而言之 让这两个曾经支持高宏安的人都去斗 而且都去打 这打吴子佳的目的呢 第一个单是教训他 过去的越来越不听绿营的话 对吧 从过去疫情开始 那先前民进党也曾经要扬言这个开除他 所以打他呢 对绿营自己来说 其实可以交代的 没有所谓的立场上的问题 或是误伤同志的问题 再加上他如此力挺高宏安 一定要打 这就是干嘛 引起寒蝉效应吗 所以未来谁挺高宏安 我就打谁 要起到的就是这个目的 那你说打了最后会不会痛啊 打了之后会不会真的有罪 那当然是没有罪 第二个层次才来谈到说 这个检方的神效率 这么快的效率 当然是匪夷所思 跟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那如同有这个所说 就是这些检察官 不见得那个本人呢 就一定都是绿的 但是怎么样 肯定是能够看风向 而且肯定是要能够揣摩上意 因为过去民进党执政以来呢 他也不是真的说这个检察官 他本人就是绿的 但是怎么样 只要是办在野党的案子 那个人就会升官 办马英九的检察官就升官 成为主任检察官 办我们那个案子的 这个调查站呢 本来是副站长 后来就成为站长 那过去太多这种案例 就只要是办蓝营的 这最后案子是失败的 比如说告发马英九 对吧 那马英九最后的法官判 无罪 理论上呢你这检察官乱搞嘛 可是最后呢他升官 办我们那个案子也是一样 你看最后法官无罪 那理论上 在调查站的检察官乱搞嘛 可是最后呢 通通都升官 所以大家就看到 那反正就算我乱搞 我还是会升官 那干嘛 当然是要乱搞 所以这就是民进党 他长期幻养下去的 就算你政治立场 跟我不一致 或你没什么政治立场 但是呢 只要是敢办国民党 敢办民众党的 那民进党保证 能够让你升官发财 那自然而然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 这一些盈盈狗狗之辈啊 他如果在我们的司法体系 当然也需要去揣摩上意 当然也需要去护航民进党 从而加入整个民进党的共犯结构 里面的一份子 所以那当然 在进展广告之后 再请我们的汉庭议员 大家今天大包挂 现在要来开Turbo拼进阅数了 就靠你们动动手指冲一波 请一起开启小铃铛 转发多多普克 主上这个梦梦水 独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 梳眠的元素 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 调节情绪增强亢安能力 还有德国养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 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白桃风味酸甜好喝